上一集 Dr. Wong教了我们 平时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 无论是走路、坐在路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如何可以警惕一下自己 令自己的痛症没有那么厉害 除了平时日常生活之外 有时都会不小心扭到、跌到 打球的时候弄伤 你又会如何去帮他们 也有的 我也有很多患者 是一些我们叫做 injuries 就是刚才所说的 可能扭到脚腕 或者摔倒 然后可能会腫了 首先如果你是急性扭到 第一件事我们建议是冰敷 这件事是你在家都可以立即做到 希望立即减少发炎 即是减低发炎 令到它不要那么肿 然后第二件事我们可以用针灸 亦可以去消炎 然后第三件事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一个叫超声波的东西 就是ultrasound therapy 亦都可以去消炎 消肿 还有促进血液循环 令到它自我修复得快一点 亦都可以用一些叫做 我们叫做KT Tape 即是一些叫做运动的机贴 然后亦都可以固定那个关节 令到它不要再… 因为有时候例如你做刀的时候 它可能是这样扭在一起 我们就希望我固定它去这一边 令到它不要再不停惹怯 那个位置 那也有些人会立即想起 就是去看铁打 是的 有些人就会选择去看铁打 那我也有些患者就是 一路看跌打 一路看脊椅都有的 亦都有些可能就是 看完其他的therapy 都觉得一般 或者可能 噢 现在是不肿了 是不痛了 但是为什么我走路还是差点的 或者为什么我还是平衡差点的 尤其是可能你之前做到的时候 就可能做到个印带 但其实附近的肌肉都会有受损的 但是我们可能其他的东西 它就只是treat了那个印带的位置 但是其他肌肉依然是没力 可能依然是非常紧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 依然会觉得戏住戏住 或者平衡又受影响 我们也是要靠之后一些叫做复康的运动 就建立那个力量 建立那个平衡力 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套治疗方式 好了 那我们再深入一点点 我们经常听人们说 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 即是脊椎又側弯 待会又说左骨神经 又说这里凸出来 你最常见面对的是一些什么问题 还有怎样可以自己去检查 怎样察觉到自己有这些问题 其实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座骨神经痛 都是比较常见的 基本上永远觉得腰痛 屁股痛就跟我说 我坐骨神经痛了 这是有的 但其实坐骨神经痛 只是一个症状 其实它有很多原因 有机会是你的椎间盘突出 然后压住座骨神经 通常那个痛楚 就会由腰开始 然后拉到屁股 然后拉到脚 你甚至会觉得整个脚都很鼻 整个脚都发不到力 是落到脚趾那里的 这个就会是一个座骨神经痛的症状 但你的源头 就是来自于一个椎间盘突出 这样的 然后也有机会是其他原因 有机会是你的盘骨错位 然后去错位的时候 就压住了座骨神经 然后就导致座骨神经痛 也会有的 也有可能是你的脊椎退化 可能出现在年纪比较大小小的朋友伤上 也可能是因为肌肉屁股的位置 太紧张 例如人们经常乱脚 或者是常常摆银包在褲袋里 扎着来坐的人 也有机会令到一边的屁股 就会特别紧 然后就压住座骨神经 也会有机会 这些小习惯都会影响到 你自己平时身体的一些反应 我又听过有些人说 糟了 整天都 体积都不好 那会否有其他问题 是否要去照X光 或者是否会骨有事 那什么情况才要去做到这一步 通常如果你看了已经很多礼拜了 一些好转都没有 甚至变差的 这样通常就会建议 首先找Family Doctor refer 去照一照 可能是X-ray 甚至如果是有些压着神经的状况 就可能照MRI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有些人其实 为何说体积都不好 或者为何好像要经常翻发 其实就是可能有没有继续拉筋 有没有继续做的运动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时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浪费 然后就忘记了医生跟他说的东西 就一个运动都不做 一个拉筋动作都不做 然后就继续回到以前的姿势 其实又会导致第二次发生 所以很多时候 例如我自己的话 我每个患者都会 至少给两个拉筋动作 以及两个强化他附近肌肉的 一些力量的动作 然后你保持日日保持 日日养舍一个生活习惯 好像拆牙一样 其实你每个动作 可能都是用你30秒 总共都是四个动作 即是每天做两分钟 早晚的 即是总共都是四分钟 即是五分钟以内的事 那你其实就可以 免听一个长期的健康 不可以偷懒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 大家都要 就是要紧记 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 就可以令到你整个身体 都会运行得好一点 好了 再深入一点 那什么情况才说 我要吃药 或者甚至乎要入医院做手术 如果要吃药 通常就可能已经是一些关节炎 或者他们可能是 本身真的超级痛 真的觉得很痛的话 其实是可以找家庭医院 开一点的 可能是止痛药 或者一些叫做消炎药 是的 但是绝对不建议长期吃 因为这些都是会产生一些依赖的情况 甚至其实因为你吃了止痛药 你就不会觉得痛 然后 你来到的时候 你又觉得没了事 然后继续去做同一个动作 然后就会更加强险 而且其实你没有触到那个问题 就是你本身 引发你痛楚的一个源头 依然是存在的 反而你可能是拖慢了 你反而是延迟了接受治疗的机会 然后之后再去顶不住 然后再去看的时候 你的手尾可能更加长 好多谢Dr. Wong 一连三集为我们讲解 这么多关于脊骨的知识 其实脊衣不单止只是治疗脊骨 很多关于肌肉 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根骨 自己都可以多在家里拉下根 来舒缓一下 然后我们CCUE会继续拍多点 关于健康的专题给大家看 记得继续留意